美联储加息,市场波动巨大 上周美股已连跌6周 上次这样的6连跌还是在10年前 上周公布的4月CPI和PPI超过预期 通胀压力依旧严峻 拜登和美联储均表示了抑制通胀的决心 虽然周五鲍威尔否认了将会加息75点 稳定了市场 但这一轮的下跌也让很多投资者心有余悸 在市场动荡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应对 购买什么资产 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介绍一下VIX指数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VIX指数 即我们常提到的恐慌指数 VIX是用来衡量标普500未来30日的预期棉化波动率 计算方法比较复杂 简单来说 VIX反映了市场对于未来风险程度的预期 一般来说 当VIX大于40点时 市场处于非理性恐慌 当VIX小于20点 表示市场对于后市比较乐观 自1990年以来 VIX的平均值一直在19.3左右徘徊 超过40点的情况并不多见 多数是伴随着市场的剧烈震荡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 VIX指数一度飙升至80点左右 还有2020年初的疫情 VIX也上升至60点以上 因此在市场剧烈波动时期 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VIX来对冲风险 在此次的加息风波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VIX从年初的不到20点 一路升高到35点以上 这周有所回落 在29点左右徘徊 虽然目前市场有所稳定 但通胀依然偏高 加息仍在继续 市场的总体趋势还未明确 在此种情况下 投资者可以多关注一下VIX指数 一方面 作为市场情绪的情欲表 VIX指数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信号 另一方面 如果市场继续下跌 VIX指数可以成为对冲工具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